张女士 这感觉确实好像是说 但凡他能挣的都给了你 但是要到要用的时候 又是问他要了 他没了 你这也出不来了 是这种感觉吗 是的 他正常的 可能一个月给我个 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 这就是他给我的钱 你们家所有的收入都在你手里 但是房租你不管 那他哪来的钱再去管这些呢 说好的他付房租 我不知道他所有的收入都给我了 我就给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因为你每天在外面 干了多少活究竟怎么再干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我就只管你每个月 给我拿了多少钱 然后呢房租呢 如果说你给我五六千块钱 你说我交好了 你就给我两三千块钱 我当时想法是 他应该是自己手上还有的 一个月给我两三千块钱 他一个月正常的 拿个四五千块钱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每个月交两三千给他 你自己留多少 就一千块钱怎么样子吧 一千块钱 但你要用钱的时候 你不过去跟张女士沟通吗 他沟通没呢 一沟通就挨骂 一次沟通 二次沟通 还是那样子 后面我都懒得沟通了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拿不出六千 胡先生觉得过得很压抑 妻子不像是妻子 更像是自己的一个债主 到妻必须还账 不论你是否承担着多大的压力 倘此以往 他已经没有了再去努力的动力 内心有的只是压抑与痛苦 有时候他甚至不是 有时候感冒走嘛 马上 睡觉的时候 你感冒走了 我真的有时候 我真的想出去 一下子失踪算了 很苦逼的生活 那种感觉 不想回这个家吗 对 但是有时候 一天两天几天以后 一遇过 心里平静 毕竟有家庭嘛 对不对 有小孩嘛 还是家庭又回去 一回去 他不问问什么呢 一回去以后 一开始说那种风凉话了 一开始又来了 一回来干嘛呢 什么什么什么呀 是的呀 走的时候一声不吭 失踪个几天 去了月球几天又回来了 有什么事情 你不能当面讲吗 对吧 你把事情讲清楚 好聚好散也行 或者是怎样也行 对不对 你玩事之后 你玩事之后 我去哪找你 我去月球场找你啊 我不用干 我自己的事情了呀 我问一下张女士 你有没有想过 他出去那么多天 他住哪 他去哪了 你不会第一时间想 因为我不可能说 满大街去找他的 我每天上班 沐先生 你不回家 你都去哪了 你住哪呀 你是去朋友那边 朋友那边去 我去堂了 肯定心里过一步 去那网吧呆了 一呆 影响电视上班了 一个男人在外面啊 上班 受点委屈 回家了 老婆安慰一下 或者什么 对不对 就足够了 我就会 在以后的工作上 会很卖力的 有时下班回来 有个热糖喝 有个热饭吃 就好了 要求不高 有时候我感觉到 有时候做法 有不可理喻 请你五位杂陈吧 五位杂陈 这四个字 夹杂了胡先生 太多的无奈 一方面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这个家 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 可是另一方面 妻子根本不管她的付出 只是一味地 要她兑现承诺 家已经不再是 她想要的样子 可是张女士 也觉得自己委屈 在她看来 若不是当初 丈夫对她的承诺 让她抱有期待 自己现在 也不会如此失望 结婚之前 那个说话 可能她当时 就是说说而已 但是我当真了 一切都源于 丈夫最初的欺骗 可是 我们的观察员 李小云 却不得不提醒张女士 在这段婚姻里 最大的骗子 不是胡先生 而是张女士自己 女方当事人 你在刚刚结束 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您的孩子有多大 两岁多一点 非常理解 您当时的选择 只是 从一开始 您就应该 比任何人都清楚 在这段婚姻里 您对她是没有多少爱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里 其实从一开始 你进入这个婚姻 你就应该知道 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 你看 你进入婚姻 就像您刚才自己也说 有很多的附加条件 我们很少看到 一段正常的婚姻里 会有这种约法三章 女方当事人 我只能说 这些年来 与其说 您觉得是 胡先生欺骗了您 他在一直隐瞒您 一些东西 我想说 在这段婚姻里 最大的骗局 是您自己 您一直在说服自己 去接受这段婚姻 因为我需要 找一个依靠 至于有没有爱情 没有关系 我可以慢慢来 我可以慢慢过 我可以慢慢看着会怎么样 最终您骗来骗去 发现骗不过去了 所以很伤心 在这段婚姻里 最大的骗局 恰恰是您一手购赞的 从时之中 您都知道结果可能是什么 只不过当时 迫于形势所迫 您勉强地接受了 胡先生而已 而我想说的是 这个男人的勤奋 并没有真正地打动过您 因为对于一个你不爱的人来说 他怎么做都是一个错 女朋友当时我真的想跟您说一句话 我始终都觉得 在一段男女关系里 最残忍的事情 不是说我不爱你 最残忍的是 我不爱你 可是我要利用你 这些年 您在感情上给予过他多少 而您在现场 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一直在耳朵边 反复重复的是 他又没给我多少多少钱 他一直在骗我 他这些钱没有如数地 足额地给到我 只有钱 才能平衡您自己 对自己的那种内疚的感觉 您要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抓到大笔的钱 我才能平衡一下 我对我自己的内疚 我多对不起我自己啊 我不想对你们两个 未来的关系 做出任何的预测 但是我只想说 每个人过得好 过得不好 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